在聊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现在的大学生一遇到不明白的问题 可以马上在网上查找答案 几秒钟就把问题解决了 这比我们上学的时候方便多了 现在的人们 尤其是大学生 开始普遍使用电脑 他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电脑 据调查 70%的人遇到问题时 首先想到的就是上网找答案 电脑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使学生们的学习方式发生了很多变化 不过天天对着电脑看 眼睛实在受不了 不仅是学习方式 而且连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 喜欢在网上写日记 他们说这样可以让朋友及时了解自己的生活 这个办法不错 既能方便大家的交流 还能节约用纸 保护环境 但是如果别人都能看到我的日记的话 多不安全啊 放心吧 可以给网上的日记加密码 那样只有得到了允许 别人才能看到 我们刚刚听了一篇课文 有同学想来 想来那个读一下吗 一个李老师 一个高老师 就想当一当老师 有没有自愿的 有没有自愿的同学 没有自愿的同学啊 我们可以读一下课文 嗯 嗯 嗯